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8月6日 最近中美两国在互相抓间谍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间谍案 号称是最大的中美间谍案 金无怠的案子 大家如果到网上去搜 可以搜到有不少的文章都在讲这个案子 但是这些文章都是胡编乱造的 包括维基百科不管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关于金无怠的介绍 内容也相当一部分是不可信的 我为什么敢这么说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30多年过去了 当时办这个案子的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他早已经退休了 所以他们就会接受媒体的采访 来谈当初办这个案子的经过 还有当时审这个案子的法庭的记录 包括金无怠的供词 也都是公开可以查得到的 美国并没有秘密审判这回事的 所以根据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访谈 还有法庭的记录 我们就可以大致的还原这个案子的真相 它很有意思 很曲折 很精彩 比网上那些胡编乱造的文章要精彩多了 今天我就来讲一讲这个案子 最常见的一个说法 说金无怠之所以会东窗事发 是因为在1985年 国家安全部的一个高官 有的说是北美司的师长 有的说是外事局的局长 叫余强生 叛逃美国 把金无怠供出来了 这样已经在美国潜伏了 30多年的中国间谍 才被抓了 这个说法虽然很流行 但是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一 余强生他并不是国家安全部的高官 他叛逃美国的时候 只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副处长 第二 金无怠是早在1982年就已经暴露了 并不是说等到1985年余强生叛逃了 才暴露的 不过金无怠的暴露 的确跟余强生提供的情报 是有关系的 那个时候余强生还没有叛逃 但是也不在安全部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安全部是在1983年才成立的 金无怠暴露的时候还没有国家安全部的 那么那个时候余强生是在哪里工作呢 是在公安部 推测呢 是在公安部的外事局 因为余强生关于金无怠的情报 是关于公安部外事局接待金无怠的 他呢 很可能参与了接待 所以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那他在外事局的官职应该呢 也不高 你想他后来到新成立的国家安全部去 也只是当一个副处长 所以原来在公安部 可能呢 也就是一个科长 那金无怠 对他到中国去的经历 是自己在日记里 是有详细的记录的 见了谁 跟谁一起吃饭 都写下来的 里面呢 并没有提到余强生 可见呢 余强生当时的官是比较小的 根表呢 就还没有资格 上饭桌 去跟那个金无怠一起吃饭的 第三呢 金无怠的暴露 的确呢 是跟余强生提供的情报 是有关系的 但是呢 余强生 他仅仅是提供了一条破案的线索 并没有直接的 就指认了金无怠 是联邦调查局 根据余强生 提供的这条线索 花了很长的时间 做了大量的工作 才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那接下来呢 我就来讲一讲 这个破案的经过 我先从余强生说起 余强生 有一个很著名的弟弟 叫余振生 后来呢 当了全国政协主席了 他爹呢 叫做余启威 后来改名叫黄敬 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 曾经呢 也跟江青同居过一段时间的 建国之后呢 黄敬当了天津市的第一任市长 后来呢 又当了一级部的部长 在1958年 中共中央开蓝林会议 要反右侵 在这会议上呢 毛泽东公报私仇 当众呢 把这个黄敬 臭骂了一顿 羞辱了一番 不久呢 黄敬就死了 那余强生在网上有一个说法 说他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 不是的 余强生呢 是警察学校毕业的 毕业之后呢 就到北京公安局去当便衣警察 这个是文革期间的事 文革结束之后呢 余强生就调到了公安部 我刚才说了 很可能呢 就到了公安部的外事局 在公安部外事局 就有机会跟外国人接触 特别是跟驻华使馆的人 接触 美国驻华使馆里头呢 当时是有中央情报局的人 在那里的 然后在大概1982年的时候呢 余强生就被中央情报局的人 撤反了 成为了中情局的线人 在1982年9月 余强生就向中情局提供了一条情报 说美国的情报界潜伏着一个中国间谍 已经很多年了 中情局得到这条情报之后呢 就去找了联邦调查局的人 要他们破案 把这个中国间谍找出来 联邦调查局的人说 这条情报这么模糊 我们怎么破案呢 这像大海捞针一样啊 应该呢 让你们那个线人提供更详细的情报 所以中情局呢 就又去找余强生 陆陆续续的就搞到了更详细的情报 这条情报汇总起来是这样的 说是在1982年2月6号这一天呢 这个中国间谍从纽约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 飞到了北京 到北京入住前门饭店553房间 跟公安部外事局的副局长 叫做朱恩涛联系上 两个人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用英语进行交谈的 公安部呢 就举行了一个仪式 任命这个中国间谍当副局长 还奖励他5万美元 还搞了一个规格很大的宴会 中国情报界的高层人物呢 都出席了这个宴会 在2月27号 这个间谍呢 又回到了美国 得到这条情报 大家的第一个念头 那就是哦 你赶快去找泛美航空公司 要那天的航班乘客的名单 对不对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 那是1982年 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电子化的 泛美航空公司 并没有保留以前的乘客名单的 而且呢 联邦调查局还发现 在那一天2月6号 泛美航空公司 并没有从纽约飞北京的航班 那这就存在两种可能性 这条情报不准 或者呢 把时间搞错了 或者呢 把航班给搞错了 联邦调查局在查的时候呢 他们也去查了 以前监听 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记录 就发现了 在2月6号那一天 有一个人 是男人 讲中文 在机场 打电话 给中国大使馆的人 说 我的飞机会晚点 你要告诉北京的人 联邦调查局的人 看到这个切听记录以后 就认为这不寻常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乘客的话 怎么可能说去 告诉大使馆的人 飞机会晚点 那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了 他们呢 就推测 这个就是那个 中国间谍 那一天 2月6号 纽纽约有暴风雪 是导致了航班晚点 这样的话 就对上了 就认为说 时间是对的 那么呢 就是啊 航空公司搞错了 是哪一家航空公司呢 联邦调查局的人 就去到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去查去 就发现了 中国国航跟泛美航空公司 是共用一个柜台的 那么呢 就合理的推测呢 他们在北京 也是共用了一个出口的 而且呢 查到那一天 2月6号 那一天呢 是有国航的飞机 从纽约飞北京的 这样的话 他们就推测 实际上这个中国间谍 坐的是中国国航的飞机 只不过呢 因为他跟泛美航空公司 共用一个出口 让接机的人 宜强生 搞错了 搞混了 把他误当成是泛美航空公司的 那好 这样就确定了 坐的是国航的飞机 但是呢 你也不可能去找国航要乘客的名单 对不对 这时候呢 就一个FBI的探员 想到了 因为这个人 中国间谍 是要回来的 说是2月27号 回来 回美国 入关 那是要报关的 那这些申报的记录呢 是都存着的 所以呢 联邦调查局就去查 2月27号 从北京乘坐国航 飞到纽约的 那个报关的记录 然后就查到了 其中有一个 报关的乘客呢 是在2月6号这一天 乘坐国航 去了北京 这个人呢 是个男的 是一个华人 就全都对上了 那这个人是谁呢 叫做金无怠 所以联邦调查局 那就打电话 去问中央情报局 说你们有没有一个 叫金无怠的雇员 中情局的人说 没有啊 FBI呢 就让中情局 说你再查查 以前有没有一个 这样的雇员 那中情局一查说 有 这个人呢 已经在1981年退休了 这样的话 FBI就锁定了 这金无怠了 但是呢 你接下来 还必须要证明说 金无怠的确是中国间谍啊 那怎么证明呢 等到FBI锁定金无怠 已经几个月过去了 已经到了83年的4月份了 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就监视金无怠 然后发现了 他在那一年的5月底 要去香港 所以FBI就在机场 偷偷的去收了金无怠的行李 在收之前呢 还先把行李拍照 在原样的放回去 把金无怠发现了 但是呢 也没有收出可疑的东西 没有情报 在行李里头的 但是收出了一把钥匙 是北京前门饭店553房间的钥匙 这样的话 就跟怡强生的情报完全对上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FBI就百分之百的肯定金无怠 是中国的间谍 为什么那把钥匙会在金无怠的行李里头 因为金无怠离开前门饭店的时候 忘了把钥匙交回去 所以呢 他就一直放在行李里头了 那下一次金无怠再去香港 是那一年的九月 这一次呢 FBI就虔诚的监视 然后就知道了 金无怠到香港 是建了一个叫 区启民的 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官员 是金无怠的上司了 那他建 区启民 是为了三件事 第一呢 跟他说 中情局有一个华人雇员 是他的朋友 现在呢 要到中国去了 你们呢 可以试图去策反他 第二呢 金无怠跟区启民说 说他虽然退休了 但是呢 又在帮美国国家安全局干活 所以呢 就掌握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报 就给了 区启民 国家安全局的情报 但是呢 这个是骗人的 金无怠退休之后 他是被中情局雇佣当合同工 但是呢 并没有为国家安全局干活的 他这个合同工 是没有生命资格的 所以搞不到什么情报 他的那个所谓国家安全局的情报 是根据当时美国新出的一本 关于国家安全局内幕的书 东超西错 拼接起来 拿去骗中国国安部的人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让国安部的人认为说 哦 金无怠虽然退休了 但是呢 还是有价值的 还是能够搞到有价值的情报的 所以呢 就可以继续给他钱 他目的是为了搞到钱 第三呢 就是找国安部要钱 说他现在正跟老婆闹离婚 所以呢 需要一笔离婚费 就希望了国安部给他15万美元的离婚费 在这之后呢 FBI也有了金无怠 去见中国国安部的人的证据了 但是呢 FBI也并不着急 就抓金无怠 第一呢 金无怠 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 虽然还在当中情局的合同工 但是没有赦密资格 所以呢 已经没有什么情报 可以提供给中国了 第二呢 FBI还想放长线 钓大鱼 想看看金无怠 在美国 有没有 同党的 所以呢 就继续监视金无怠 就发现了 金无怠是一个花花公子 到处寻花问流 跟很多女人游染 其中呢 有一个 是在纽约的 一个华人女人 金无怠呢 就请他 到华盛顿来优惠 在电话里 跟他说 你别忘了 带那个玩意儿 监听的 FBI呢 就很奇怪 这玩意儿 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是不是某一种 间谍工具 所以呢 他们就在机场 去偷偷的 收了 这个女人的行李 结果没收出什么 发现那个玩意儿 指的是一个性玩具 所以那个女的 也并不是 中国的间谍 他们也没有 再发现 说金无怠 跟哪一个 中国的间谍 在美国有联系 第三呢 如果抓了金无怠 就有可能 暴露 余强生 所以呢 联邦调查局 一开始呢 是不愿意 去抓金无怠的 但是呢 到1985年 情况发生变化了 余强生 跟中情局的人说 说他想洗手不干 那到美国去定居去 那中情局的人 就把余强生 偷渡 出了中国 弄到了美国 所以在85年的10月 余强生呢 就叛逃了 到了美国来了 这样的话 联邦调查局的人 就认为说 可以搜网 去抓金无怠 就在11月22号 就到金无怠家去了 去了解情况的名利 去找他的 问他 你跟中国的情报人员 有没有联系 一开始呢 这个金无怠是很镇静的 时刻否认的 但是呢 等到FBI的人 点出了 屈启明 这个名字 说这个是你的上司 金无怠呢 就精神崩溃了 认为说 FBI已经掌握了 全部的情况了 然后呢 就老实交代了 这个故事太曲折了 今天是讲不完的 下一次呢 我再讲一讲 金无怠的经历 他的结局 还有呢 那个余强生的结局 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 下次的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